太神奇了 削薄的狀態 很可怕 大大大大大大大 斷捨離 真的很感謝各位的支持 超閃啦 哈囉哈囉大家好我是唐 我最近真的是超級超級忙碌 我現在終於搬好家了 但是我的周圍 還是一團混亂 但是我就暫時先把我的工作室設定好 就是讓我可以就是趕快拍個影片 你們看我旁邊的窗戶 甚至 為了要遮光還沒有窗臉 所以就是先用黑色垃圾袋 好這支影片就是來簡單跟大家 Garrett with me 然後更用一些新品 然後新品我也沒有拿出太多 因為還很多都放在箱子裡面還沒挖出來 反正就是Garrett with me 先來用一個防曬是Inifree的 我看它一系列好多喔 然後我就選了一個看起來很適合我的 因為它叫做高效UV毛孔隱形防曬霜 然後SPF50加P有四個家 我真的得說搬一個家 真的是有折瘦的感覺 好累好辛苦 擠出來是這種膚色狀的 然後應該很多人會好奇為什麼我要搬家 因為我上個家畢竟也是裝潢得很漂亮 就是因為它真的太小了 我的東西太多了 因為我畢竟就是在家工作的人 然後我之前那個坪數就只有 不到14坪13點多 然後你看還有放了下我工作室的東西 還有我日常的一切 煮飯的啊睡覺的啊床啊什麼的 衣服也很多 所以真的是已經完全大爆炸 我已經受不了 所以才決定趕快 找房子 租一個大一點的房子 然後現在換到這邊呢 整個大很多 大概 這邊好像大了至少10坪吧 忘記是23還是26了 總之就是大很多 然後那些東西 就是我的家當搬過來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怎麼一下又要塞滿了 我不是才剛搬進來的 我們就要塞滿了 我之前那個小房子到底是怎麼 有辦法塞進那麼多東西 太神奇了 這個雖然是 它說是毛孔隱形款 可是我剛剛一上 我覺得它保濕度還蠻好的 就是我會想要拿粉布 稍微彈壓一下那種 不然我會覺得 好像有一點點太保濕了 它沒什麼味道 就是會有一個原物料味 但是基本上就是沒有香味的 而且你們看我的頭髮已經變這麼長 我都還沒有空去剪 我現在真的就是 蠻像一個消薄 消薄的狀態 防曬 它用起來的感覺 比較像那種保濕款防曬 有沒有 就是整個臉現在是很飽水很亮 的感覺 防火隱形呢 我其實覺得普通耶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感覺 黑頭也沒有被隱藏 然後因為它很亮的關係 所以毛孔的凹凍反而還蠻明顯的 這台高來用彩糖 我用的是二號色 就是最近又喜歡用回這一顆 然後就是用下面這個 黑眼圈的校正這個顏色 直接用手指頭 在手背上調整一下用量 因為最近真的是太忙 我的化妝都是 就是簡單的 步驟這樣子 就是沒有在拿刷 會用刷具啊 但像這個教授 我就直接用手這樣 然後我覺得上台也蠻貼的 重點是這個顏色 校正黑眼圈的效果蠻好的 有沒有很明顯 這邊就是用手這樣鋪了一層 跟這邊 好因為我今天要快一點 因為我現在每天都還是要收拾 很軟 這個家大概到我退租可能都還沒收完 可是我經歷過這麼多次的搬家知道嗎 因為我大概算了一下我這十年 大概平均兩三年就搬一次家 所以我這十年已經搬了 大家可能算不清楚搬家搬到頭昏了 大概就是五六次 所以大概就是平均兩年就搬一次 很可怕 尤其是我裁妝品這麼多的人 那個搬家起來 那個整理的量都是我一個人沒辦法 都要呼朋一半 就是請大家來幫我整理 然後我這次搬家也一樣 進行了一個超大的斷捨離 所以我 我不知道這影片上的時候開賣了沒 但是就是預計 因為不確定到底什麼時候可以整理完 因為我這次有找很多小幫手來幫我整理 然後就是以小幫手整理完 然後上好假 我們準備好開賣 預計是九月底啦 但maybe可能會拖到十月 因為東西真的太多了 東西大概有 40箱的紙箱 大家我們真的很需要時間整理 請稍後 反正就是我真的是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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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捨離 預計這邊我可能就是 因為我是租的 預計可能就是租頂多兩年 不確定 但反正就是總有一天會搬 因為這邊是租的 希望東西不要再那麼多了 好接下來我想要來用這個 就是那個IPSA的新的粉底液 然後我這個色號是101 感覺有可能會太白 但我還是很想用看 喔它最白有到001耶 它叫做青螺水光粉底液 SPF25PA++ 很久沒有用它們家底妝了 所以想來用一下 等水的那種 一擠出來就感覺到那個流動性 那個水感 這粉撲只是一個淘寶買粉撲的贈品 所以大家不用問我在哪裡買 就是一個贈品 我只是在消耗我的粉撲們 我這次斷舌離耶 斷舌離了非常非常多粉撲 睫毛 假睫毛跟粉撲都斷舌離超多 我覺得我之前可能真的有一點點那種 臀霧皮 就是會覺得 啊這東西以後要是沒有怎麼辦 欸結果流行這東西就是變化的速度很快 今年流行這個東西 今年流行紅色 然後明年就變成流行紫色 然後紅色的東西你就會覺得 好像就不太會用了 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我就是太多那種 我現在已經不會用的囤貨了 就趕快把它們出清掉 上起來的妝感很美很貼耶 然後雖然這個光澤度真的會覺得 有點擔心持久度的部分 但就是一個好命機的感覺捏 這個色號沒有我想像中的這麼白 其實它上起來好像還可以齁 就是這邊是只有上了防曬 然後這邊是上了一層粉底 反正我剛剛就集中上在臉的中央 然後旁邊就是外側就是帶過這樣 摸起來是小年啦 跟防曬一樣都是小年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粉底液 上完一層跟還沒有上的差別 遮瑕度真的蠻輕薄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乾肌會很愛耶 這個服貼度真的很美 然後光澤又很強 看起來就是皮膚很保濕 一點點笑一笑 淚溝還是用愛麗絲老師的這一盤 這個我已經就是超凹的 但是我比較新的那一盤呢 就是化妝包整包就是借給SERA 大家有沒有看的影片 就是我們交換化妝包 可以去看一下很精彩 好反正就是我就繼續用這個超凹的這一盤 就是混合最淺色跟這個 這兩個稍微混一下 然後淺色的多一點 然後拿來遮我的淚溝 最近的淚溝真的很需要折 太累太累了 而且我真的是全部的事情都嘎在一起嘛 就包含那個氣墊的聯名跟搬家 都是就是聯名上市的時間跟我搬家的日期 只差兩天 就是全部的事情都集在一起 非常非常的瘋狂 雖然開賣過程還是有一些小粗暴的地方 但是大致上來講應該還是算有順利的完成第一波的開賣 然後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我沒有想到就是小禮物會送那麼快 因為我們小禮物總共準備了三千份 我本來想說應該可以賣個三天到一個禮拜吧 結果第一天就賣完了 就是小禮物就送完了 真的大大的嚇到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感謝大家 就現在也會蠻緊張 因為大家就陸續應該都是在收貨 就是第一批第一天下單人應該都陸續收到貨了 然後就是開始要準備接受大家的批評指教了 就是心情會有點稍微有點緊張 但我是有信心多於緊張感的 因為畢竟這個氣墊我真的是實測 然後就是對他有一定的信心啦 就覺得這東西應該很多人會很喜歡吧 就希望他可以成為很多人的蜜糖 但我也相信一個產品不可能 再怎麼好的產品不可能成為每個人的蜜糖 他都一定還是會有人不適合的 要怎麼形容最近的心情呢 就是很忙碌 可是又有一種心情懸在那邊 就是有點興奮但又有點緊張 你知道就是整個情緒是有點抖動抖動的那種感覺 就如果有那種波浪圖的話我最近心情就是這樣 就是一直在抖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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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一次的聯名啊 大家真的有什麼問題或是有什麼狀況 包含對於產品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心得也好 其實我都真的覺得歡迎大家可以跟我講 跟我分享這樣 就是這樣未來如果還有機會再出別的產品 我現在是不知道 但如果未來 maybe 還有機會的話 可能第二次再聯名或是 就是反正有機會再出產品的話 我們就可以有改善的地方 就是虛心接受各位的批評指教 真的很感謝各位的支持 不好意思我有些東西呢 就還是用舊的 像這個修容就是用這個UHU1的 就是整個化妝品的部分現在只是 暫時的 我在眼睛飄在旁邊 真的是還沒有辦法說整理好 就只是暫時把紙箱裡的東西 全部都倒在籃子裡這樣 然後籃子都還沒整理 所以我現在要找 產品要找顏色的 就是要這樣翻響這樣 挖挖挖 現在搬得來好像是三四天了吧 就是先 真的是首先就是想要趕快把 可以拍攝影片的地方先 說好 因為我就是短影片 不管是Youtube影片還是短影片 就是沒有什麼庫存的 所以就是想要趕快拍攝 而且也累積太多產品 還沒有分享了 太多太多 我會努力 我會加油的 有點害怕今天Blog會畫得比較臭 因為我最近真的每天都是 素顏 素顏戴眼鏡 甚至連隱形眼鏡都沒戴 就搬家真的好狼狽 所以我覺得 那麼多天沒化妝 有點害怕自己手感跑掉 然後接下來的我來用 就是上次拍完那個 交換化妝包之後 就立刻去下LINOS DT的蜜粉餅 也是我最近好喜歡用 雖然我最近很常都是素顏 但還是偶爾就是需要化妝 然後我就自從買來之後 我就是瘋狂的使用這個蜜粉餅 好好用 它就是有一定的遮瑕力 我先上半眼給大家看好了 就是因為剛好今天的底妝也比較淨透 有看到嗎 這邊 在眼下這一塊這樣定了妝之後 第一個 毛孔瞬間都隱形了 毛孔柔調效果超級好 然後再來它是有一點遮瑕度的 其實可以稍微讓你的整個妝感 整個底妝的遮瑕度再多增加一層左右 這邊是定妝前跟定妝後 如果你喜歡妝感是那種很完美無瑕的話 你就是這樣搭配粉撲 或是你跟我一樣是偏油性膚質 你想要定妝效果更好的話 就是用粉撲這樣按一下 那如果你是乾肌的話 我覺得這塊也是可以搭配刷具的 你搭配刷具的話它的 就是那個遮瑕度就會比較自然 總之我覺得它就是一款很欠滿的蜜粉餅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要拖到現在才買 它都已經賣多少年了 它應該也可以算是OG的彩妝品吧 我每次上完鼻子都覺得差超多 因為鼻子都是毛孔最粗大的地方 你看友善跟美善的地方 這邊是友善 這邊是美善 真的是OMG 各位覺得我背景要這樣白白的 就好還是要做一點妝食 就比如說把我那個Youtube十萬訂閱的獎牌 拿出來擺之類的 就在收拾就是在準備搬家 然後在那個打包的過程中 我朋友就收到那個獎牌就說 你看這個獎牌都拿出來掛的 啊你怎麼放在櫃子裡面 就不知道放哪裡 然後就把它放在櫃子裡面這樣 這個MACO的粉撲也很好用 就是我上次拍那個寶雅的購物分享的時候買的 真的很好用 它的那個這個厚度很好 然後它又有一點 那叫小小的彈性嗎 就是支撐性 你不會覺得它太軟 你不會覺得它一按 然後就整個變掉 它就是有個支撐度在那裡 好的底妝完成 我這時候趕快去剪頭髮 我這個禮拜終於可以抽空去剪頭髮 這個我真的快受不了 好強 眉毛部分我直接跳過了 接下來就來用 addition的十五中年眼影盤 這個我好像九月 欸不對不對 應該是八月的時候去參加活動就拿到了 到現在終於可以跟大家分享了 這一盤呢我自己私下已經有用過了 就是addition那種日系很細緻的粉質 然後畫起來就是你不要看它顏色這樣很七彩 但其實畫起來都還是蠻日常的 我剛好有確認一下官網 十五中年這一盤還有貨 所以大家如果喜歡addition眼影盤的朋友們 可以就是趕快上網去看看 然後我這次斷捨離很多產品啊 但是addition他們家的眼影盤 我是幾乎全部都有留下的 因為我 因為剛好就是最近這幾年比較喜歡這種淡妝 然後他們家的顯色度跟這個 比較細緻的粉質呢 然後用手隨便擦就可以很漂亮的粉質呢 剛好就是我這幾年的取向 所以我就是把他們全部都保留了 就是他們的部分就是沒有任何一盤是斷捨離 我忘記到底有沒有斷捨離 反正就是幾乎全部都留下來了 然後呢我看一下它這一盤的色系 就是有一些冷色調跟一些暖色調 我今天 今天我們先用這個顏色好了 就是他們家的眼影是這樣 可以直接用手指頭抹的 這個顏色一上上去就是眼皮瞬間消肿 然後真的就是隨便抹欸 我現在看起來很荒謬 但他們家的眼影本質就是好到 它可以這樣隨便用手指頭抹 因為它真的非常絲滑細緻 然後顯色度呢老實說不會太高 但就是因為它顯色度不會太高 所以就是用手指頭隨便嚕就好了 同一個顏色 下眼瞼的部分才需要觸動刷具 因為有指甲的關係 這邊真的是比較不好上 所以這邊我還是喜歡用刷具 今天畫紫色好了 因為暖色這邊我有用過了 有點像芋頭的顏色欸 把它上在眼尾 這個顏色老實說很危險 畫不好會直接變瘀青 但我覺得它這個 目前我這樣上的程度OK 不要再範圍太大了 範圍太大就會不妙 我們就是上在眼窩後半為主就好了 然後它就是真的就是隨便瘀 你看都眼影完全沒有邊界感 同一個顏色上在下眼瞼 也是從眼尾慢慢的往前戴 我覺得很漂亮欸 就是這種日常淡淡的 一點點紫藕色調的感覺 接下來用刷具沾取這個深咖啡色 它也是帶有一點點紫紅色調在裡面的 加深眼尾 拿一張獅子巾把你的手指頭稍微沾濕 就可以來用裡面的珠光色了 欸我想要先用這個 看起來很漂亮但又有點捨不得摸它的 我還是摸了 這個 喔是這種偏粉光 來直接上眼皮 很細緻的那種 而且它的粉光其實我覺得蠻明顯的 稍微把它往眉毛的地方暈染 再來用用看這顆看起來真的是最閃的 看起來超透亮超閃啦 直接點在眼窩的中央 真的就是Kila Kila 這就是Addition的風格 Kila Kila 很漂亮 不是要畫個日常眼妝嗎 這個閃一上去不小心就上太多了 變成有點華麗的 再教大家一個小tip 像這種珠光上碗 你想要讓它服貼度更好 不要飛粉的話 可以趁這個時候 你上碗的時候噴定妝噴霧 就是眼睛閉上然後 對著眼皮這邊噴一點定妝噴霧 然後當然你要是眼睛先閉著 然後讓它風乾 我覺得這樣的珠光 也會更加服貼 比較不會亂跑 然後也比較不會 因為你可能剛上它還很服貼 然後你可能就是一邊畫眼線啊 弄睫毛幹嘛 然後珠光感覺慢慢的有點掉下來 這個步驟也可以避免這種事發生 接著還是用這個深咖啡色 只是換成一支眼線刷 然後加深眼頭 這個顯色度拿來畫眼線 其實就會比較吃力一點 就是要慢慢疊 隱約的先畫出這個眼線的感覺 等一下再用眼線一筆描繪 好接下來趕快把這邊眼睛也完成 好接下來趕快把這邊眼睛也完成 太亮了 我嚇到 好啦這我眼看比較還好 鏡頭看有點亮的比較誇張一點 今天試試看這個假睫毛 它是有四處的 我新月先生的睫毛膏又用空一管了欸 這個我大概用掉有沒有十管 又要再買了 這管戴上去算是蠻舒適的 梗很細 然後它的長度是那種前短後長 就很明顯是眼尾會比較拉長那種 好眼妝終於畫完了 我覺得我今天沒有介紹太多產品啊 但怎麼畫那麼久 真的是很久沒化妝會生疏欸 我今天睫毛也貼的感覺 有比以往還久 好但總算變得比較漂亮一點了 我剛才用的那個打亮呢 就是用到這個肌膚之藥的這一顆 這也不是新品 但就是很久沒拿出來用了 這一顆我用的是17號 超亮 你看我眼頭現在有多亮 剛剛一上上去真的是嚇到 太久沒用 忘記它的美好了 這顆真的很漂亮 然後我的那個臥蠶上面 有點一點這個MACO新的液態眼影蜜 反正就是我也有拍IG Reels 我自己覺得蠻漂亮的 然後我用的這個色號 它是有一點偏粉偏紫的 它雖然有那個大顆的七彩亮片 但是它算是 就是它的底算是比較偏透的 所以它那個閃啊 不會到很誇張 就日常做一點那個 在臥蠶做一點點綴 我覺得還蠻漂亮的 然後主要是它這個刷頭 很軟欸 它這個刷頭雖然看起來 有點長一點粗 但其實塗起來呢 那個軟度我覺得是很舒服的 不會有那種搓臥蠶的感覺 只是大家放進去的時候要小心 我真的那時候放進去的時候 有點閉塵 我就沒有注意到 然後現在就是閉塵的狀態 但不影響那個使用的舒適度 至於持久度的部分呢 我上次試用的時候 戴妝到晚上卸妝前 大概那個亮片 會少50% 就有些會消失 但我覺得優點是說它不會解塊 因為有些這種液態眼影 你就剛塗很漂亮 然後可能戴妝過一段時間之後 那個液態眼影就變成一坨一坨一坨的 然後就卡在你的那個臥蠶上面 然後就很醜 但我覺得這一款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雖然持久度的部分 沒有到超級好 但是可接受 接下來腮紅呢 我想要用這個 也是前陣子收到的POLA的 水漾花、戰、漸層、甲彩 有三個顏色 日文真的是看不出來那個顏色 但是從外包裝看起來的話 應該是這個顏色 二號色應該是偏粉偏紫的吧 就是它的包裝顏色連不太一樣 包裝就是這樣黑黑的 很POLA 是粉色跟紫色的漸層 覺得POLA出品的粉質應該是很細 真的很細很綿密 上起來好像有那種澎潤的提亮感欸 直接來用它的刷具試試看 直接用中間混合 這個刷具是那種彈力很足的 會有那種端央端央的感覺 喔有有有有 這邊慢慢的變得比較粉 比較澎一點 但我覺得用這個刷具上 有一點慢 試試看我自己的刷具 比較大的這種蛇型刷 這一支是艾諾奇的M30E 最近蠻喜歡用這一支的 它裡面附的這個鏡子很高清欸 看得好清楚喔 但因為POLA的產品定價本來就是 比較貴一點的 所以好像不意外 欸用這個刷信箱真的快很多 又快又精準 這顏色很好看欸 上起來就是我覺得像我這樣 稍微偏黃的膚色用 也是很襯膚色的淡粉色 相機可能拍不太出來這個顏色 它就是日常看起來會是淡淡的粉色 要在鏡頭上看得到的話 我可能要上重一點 然後粉質是也真的很不錯 很貼膚 感覺它好像隱約帶有一點點 很些微的斷光 很不錯很不錯 不過包裝就是比較塑膠啦 包裝摸起來好像比較沒有質感 最後去搞一下我的頭髮 然後再來上唇彩 唇彩我很想試試看這個 Maybelline新的這個唇蜜 它有出新色 很期待 我的我回來了 不得不說 因為搬家的關係 很多很久沒穿的衣服 消失很久的耳環 都被我翻出來了 這也是搬家的好處之意吧 在進入這個唇蜜之前呢 這邊還有那個Dior的新的唇餡餅 這個外包裝好長喔 它叫做 藍芯定製唇線筆 有三個色號 我想試試看 有附那個削筆器 這個是259 是那種玫瑰 玫瑰豆沙色 再來這個是229 全部都很滑順欸 然後這個顏色比較暖 顏色也比較重 這個是259 這個是329 它們兩個顏色相近到 我把它畫在一起 才看得出來差別 看起來是329 會再更灰掉 更灰更裸 一點點 但差異真的沒有很大 持久的感覺會蠻不錯的喔 我現在是用濕紙巾擦喔 要擦很大力才會掉色 再來開箱這個MAYBELLINE的 一抹嘟嘟粉嫩軟糖唇 真的假的 它裡面用一個果凍把它弄起來 這個唇品在果凍 這是什麼奇怪的觸感 我的表情逐漸母湯 我有點shock到 我以為它就是唇彩在裡面而已 沒想到會是長這樣子 那我要怎麼用 他說輕輕擠壓兩側 使果凍脫落 然後這個果凍是不可食用的 我是知道品牌們做這種公關品的禮盒 也是很辛苦啦 因為通常都會有一個主題跟概念 但我個人其實還是比較喜歡收到 就是直接產品來就好了 就 這我的 救命 我不知道 什麼意思 這是那種 史萊姆還是什麼嗎 好像也不是啊 它撥開就會碎掉 很特別啦 很特別 好像 就是 我不知道我現在在幹嘛 驚嚇指數百分百 這已經太用心了 而且 這可能是最新的防重包裝 就是產品可以完全的被保存在裡面 但這個觸感真的有點讓我shock到 我拯救出兩隻在果凍裡面的唇蜜耳 他們現在拿起來還是有點油油滑滑的 然後我剛發現它底下還有這種 就是沒有放在果凍裡面的 是乾淨清爽的唇蜜 好我現在來試一下我想要用的顏色 哇這次的顏色都是 就是蠻多都是這種粉粉裸裸的 看起來很好看 先來試一下在果凍裡面的 這是什麼色號 這是003 003裡面有很明顯的那種亮粉顆粒 然後再來這支粉色的是014 喔這個粉感覺很漂亮喔 飽和度蠻高的樣子 這支看起來很像是護唇膏的顏色 這支是02 裸到一個極致 然後它裡面也是有一點亮粉的 這支真的是透明底的 沒有東東 就是增加亮度的 004感覺是很漂亮的灰粉色 飽和度超高 這顏色感覺很美 是我會想要馬上來用的顏色 再來08 這看起來也是我的菜 是淺淺的土裸色 很漂亮 這兩個顏色都超美 最後這支是07 它是比較偏暖的色調 暖橘色 暖裸橘色 因為想說它有顏色這幾支 我都覺得很美 很漂亮 給大家近看一下 光澤不用說 超閃超水光 但它就是那種有厚度的唇蜜啦 就如果你是喜歡Fenty Beauty啊 或是這個唇蜜其實以前也有出過 你用買過的話 我覺得它質地應該是差不多的 然後它的顏色 很美 它們就是唇蜜的質地 所以是完全不染唇那種 甚至唇線筆都比它們持久 非常非常非常多 我現在先來用329的唇線筆做個打底 超滑順 你直接這樣描輪廓而已 其實會蠻老氣的 用唇刷這邊稍微暈染一下 接下來可以選一個喜歡的唇色啦 我想要用004 就剛剛那個灰粉色 它有一個一言難盡的人工香精味 有一點臭 說實話真的有一點臭 但這顏色也太美了吧 跟剛剛那個唇線筆超搭 很美 很美 這顏色很美 然後它的飽和度真的很高 因為我剛才畫的那個 只是外輪廓的唇線 然後唇色的部分 我並沒有用裸色的唇線筆去遮 可是唇蜜一擦 就可以把那些唇色不均勻 暗沉的地方通通都修飾 很棒 我喜歡這種 就是這種高飽和度的唇蜜 跟這種透透的唇蜜 我都喜歡 它們妝感也不太一樣 然後這支很美 其實我覺得上唇 它質地是不是有變 它現在上唇 沒有那種厚厚黏黏的感覺 上唇其實還蠻輕盈的 有點熱潤的感覺而已 你看完全沒有黏膩感 在抿嘴唇的時候也沒有什麼牽絲 這質地我覺得 就是舒適的唇蜜 然後超級修飾唇紋 光澤度也很美 就是差味道有一點 味道有一點點怪 然後你稍微可以吃到一點點的味道 就是你在抿嘴唇吃東西 講話的時候 稍微會吃到一點點味道 這個部分稍微有點可惜 但是妝感跟這個質地的部分 我覺得 尤其是質地 我覺得好像有變 剛剛在手上試還覺得應該沒變吧 因為它就是看起來是那種 很 就是你知道就是很飽和 然後又 光澤度這麼強 然後有這種漆面感的唇 有通常唇蜜 不管是唇蜜或唇 這種質地 通常都會比較有存在感 但是我覺得這上唇 比我想像中輕盈很多 好 那我們今天妝就完成了 今天只是個 get ready with me 結果我不曉得 因為在產品的部分 講了一堆 心得 好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我想要去把我的鳥頭剪一剪 然後趕快把我的房間 工作室 整個環境整理乾淨 然後可能可以拍個那個room tour 這樣 跟大家介紹我的新家 那以上就是這次影片啦 我們就下次再見 大家掰掰 我一個實測紀錄給大家看一下 好了現在大概帶妝八九個小時左右 然後就是用到今天的粉底 DIPSA的這一瓶 青蘿水光粉底液 然後我今天一整天都沒有吸油 其實出油量我覺得還好 但是在我的鼻翼跟下巴的部分 有一點白芝麻 跟下巴這邊遮瑕度也是 就是有點脫妝啦 然後本來遮瑕度就很低 所以這邊泛紅整個就跑出來 整體感覺就是蠻可惜的 要不然我覺得這個出油量是很可以的 就是沒有大爆油 但是居然浮粉 OK 就是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好 可以 好 OK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